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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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成事不足 败事有愿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有什么不对劲的 闻起来就是正常猫粮的味道 我得分析一下 上哪儿去分析啊 还真有一个地方 顾博士 秘宗盛 秘宗盛 你怎么来了 秘宗盛 我再等一会儿 你来绿川之后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目前把香药的研究方向 都有我来决定 沈宗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 把香药还没有最终研究成功 把香药还没有最终研制成功 这次受药峰会上 你就要提前披露他目前的研究成果 会不会太早了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 应该是临床试验完之后 再去向外界公布 不过谁知道呢 这也许就是你们绿川的做事风格吧 秘总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可以 你跟韩律师是什么关系 家人 如果我现在追求他的话 你不会介意吧 会 因为我不了解你 还不足够地了解你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交给时间吧 我懂了 等我一下 去吧 李总 谢谢 化验结果显示 猫粮中其中有部分成分 存在严重超标问题 粗蛋丸和盖铃比 完全达不到国家标准 黄取酶醋和大肠杆菌 也完全超标 里面还还有大量的化学 又是成分和防腐剂 这些给猫吃下去 就跟人吃了草皮 啃了树根 没有任何区别 最可恨的是 你看一下最后两行 它竟然还含有 猕猴桃碱和碧文乙醇 什么 碧文乙醇 这可是木天鸟的主要成分 这东西如何 如果喂给猫咪的话 是有一定毒性的 没错 它会刺激猫的感觉神经元 剂量小的话 会达到愉悦和舒缓的效果 但是一旦剂量大 就会达到持续亢奋的效果 我的天哪 这些人 把这些东西 给猫当猫粮吃 怪不得这些猫 一天一天都不睡觉 而且长期使用木天鸟的话 严重者 还会引起急性甚衰 这 又是一个奸商 尖商 尖商 我是不是尖商 你不知道 那咱们得赶紧 把这些事情给曝光出去 不能再让他们害小猫了 那咱们现在也没有证据 怎么没证据 这报告不是证据吗 这猫粮不是证据吗 那那也没有办法证明 这些猫粮就是来自这个猫舍的 那我们也不能把整个实验器材 全搬到猫咖里 进行现场试验对吧 有道理 你们俩是怎么把这猫粮弄出来的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细之末节的时候 对对对 雨贤说的没有错 我们现在根本没法证明这个毒猫粮 出自于这个猫咖 但我们现在又必须证明这个毒猫粮 出自于这个猫咖 所以这个 这个题无解 其实这个问题 也并不是无解我觉得 秘总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 小沈大夫 你呢 假装作业为我定了 大家好 今天的直播由我来 带大家参观参观 我近期发现了一家 特别有意思的猫舍物 它不光猫的贫穷物 它还有猫咖 可以供顾客休闲于冷 接下来呢 我们来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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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 谢谢 这是客人 不含着 在这儿不能直播 不含着 不含着 好 那我不知道 但我已经开始了 而且有了小十万的观众在看 你要不问问你们老板 申请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别人呢 姓马 是妙咖猫舍的负责人 哎 我们猫舍呢 售卖的也都是像这样子的名品猫 你像梅短 鹰短 不偶 鲜罗 折耳 再到家飞猫啊 这些呢 常见的不常见的 哎 我们店都有 是是是 而且马老板我还听说咱们这个猫舍啊 一些散养的猫都是救助的流浪猫 是吧 对对 没错没错 这个呢 是我们猫舍的一种特色 当然呢 也是我个人 我一以贯之地秉承的这种回馈社会的理念 你说这些流浪猫啊 它如果说 能够在我们这里被照顾得很好的话 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 把这社会上更多急需帮助的流浪猫 都送到我们店来 行 来我带大家参观参观 您方便吗 方便 来 来 哎 第一支是布偶 哎 第二支 来 看看这支 这个是银剑层 这个银剑层为什么 眼睛里面有黄胆 还流鼻涕 还流口水 你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不干净的脏东西啊 啊 还是你给他打了星星星啊 你在胡说什么 啊 我没胡说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你赶紧关掉他 关掉他 不是什么关掉啊 我这么多人太难了我才做了 你咱们去灭我 我没有灭你 你要插烧办这是什么办 你自己看清楚 这就是你那插烧办 哎 你咋说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 嚇我 我告诉你 我答应做 来 我已经拿到了这个猫舍的猫粮 我现在就带这个猫粮去绿川集团画影 到底有没有问题 敬请期待 喂 沈总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 这个帮个忙 帮我化验一下给猫粮 好 能力稍等 好 看啊 这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就化验了啊 大家放心 外就会真相大爱 来 大俩 蹭 老ori 大俩 东西 大俩 呃 谭 钱 小俩 大俩 他 他们 咱 特 姚 好 哈喽 你的小伙伴回来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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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带她去休息 等一下再陪你玩啊 哈喽 乖 真乖 卡罗 你乖乖的啊 那些流浪猫都回来了 来 吃饭吧 来 吃饭了 当然了 根据领养协议第三项第十二条 甲方如果虐待动物 我们乙方都有权收回 看会儿多了啊 我先下去忙了 嗯 看了 乖 姐姐去忙了啊 你乖乖 这些猫你之后怎么打算啊 那如果交给绿川 你们还是要坚持做有偿领养 嗯 那你定价能不能低一点 你觉得我定的价格很高啊 我定的价格是参考了狗肉馆的价格 我要比他们高出一倍才可以 这样他们逃出来了才不会再被送进去 我知道定这样的高价 让很多人很难接受 但是我觉得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家庭 才是最好的选择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这样做 到底去可以把像马老板这种奸商 给筛出去了 他是奸商 我可不是 这气性可真好 对了 我晚上去找赵浩一趟 顺便练练卡路 你去不 走吧 上次我看到他就注意到他身上有猫痫 然后忙忙叨叨忘了把这个给你了 来 谢谢你啊 田医生 对了 今天陈亦凡医生还说 那天在猫症你对他出手挺重的 假戏珍重 公报私仇 怎么可能啊 我特别尊重陈大夫 就上次我怕露馅 所以我就下手重了点 他很欣赏你 是吗 上次你送给他的话 已经表完了 挂在他办公室里了 对 他说那是他见过最好看的话 田医生 那几只流浪猫怎么样了 都交给沈总了 交给沈总 绿川有流浪动物的领养平台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地交给他们 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主人 放心吧 对了 上次 沈总不是说 想让我给你们俩画张画吗 是 今天正好我给你俩画吧 不是 当然了 来 既然你这么有心 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你是吧 是 是 田医生 嗯 你拉着沈总的手臂吧 不用拌 沈总 你搂着田医生的药 太亲密了也不好吧 那有什么的呀 我还画果云结婉吧 是吗 那我还是挽着她吧 嗯 挽着 嗯 头往这边来呗 干嘛你不愿意啊 没有 要不我啊你 没有 这样行吗 哎呀 好 看路啊乖啊 坐下 好宝贝 太厉害了 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 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 真人用 我可以陪你笑 也陪你风 就让这暗暗暈涌 陪着你自身的宇宙 一起等彩虹 陪着你仰望的星空 从我们的梦 这几刻忘掉了 所有的苦痛 就让这爱爱爱 汹涌 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 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 真的愚弄 我可以陪你笑 也陪你风 就让这爱爱爱 汹涌 就让这爱爱爱 汹涌 前几天啊 沈洪远因为你的事 去见了一趟老爷子 告我状去了呗 嗯 他说你没有好好地把心思 放在医院的工作上 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跑去参加什么峰会 对 卡洛 乖啊 一会儿再玩好不好 谈点事 去 卡洛啊 他比较黏我 一段时间不见了就特别想我 很可爱 嗯 嗯 韩叔 嗯 您是不是也不想让我去啊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一年的时间很短 如果烙人口实的话 我们这么多年心血就白费了 祭败不过是一种形式 只要把这种思念放在自己心里就够了 我想 他也是能够理解的 你知道吗 他说 沈宏远 现在 越害怕 就越代表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过呢 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好 我去一下 给你买了点吃的 爸 过来了 你也买太多东西了吧 又不是全给你买的 还有一些是给卡洛的 我马上就要去受药峰会了 怎么着也得去个四五天吧 这么多东西 万一到时候过期多浪费 你要不带回去 你要去峰会 你不是已经离开研发部了吗 我这次呢 是代表动物医院去的 有这个必要吗 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劝劝他 他有心脏病 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 对啊 没事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 到时候田医生呢 会负责照顾我的 你们放心吧 咬自己小鸭子啊 哦呦呦 你看啊你给你咬得脏的 你看你把这个搞的乱七八糟的 弄得到处都是 不是 你把这个搞的乱七八糟的 说你还不乐意了 还害羞 我给你买个新玩具 你看看 这个 还有你最喜欢的小球 还有橄榄球 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玩具到处地丢 把这个搞得很齐八糟的 真乖 这件事呢 你要多上上心 好 知道了 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自己肩上的责任 我明白您意思了 记住了 就收笔 alguma 不放快 我还要 steam 混蛋 如果你捐个人 不放下 你也要看你 你也要看你 我都要看你 你怎么吃跑神啊 没事吧 你怎么吃跑神啊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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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吧 你说什么 我和你啊 这次是代表田林去参加受药峰会的 是代表田林 那你的意思是 这趟旅费全都由田林承担 不然呢 那你是我们的股东兼投资人 你投了田林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对吧 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 干嘛分那么开啊 分什么你我的 所以你看这趟旅费 要不你们绿川 不可能 前佩兰开会 你看我记什么呀 这次出行的拆旅标准记一下 航班呢就选廉价航空的经济藏 总之要最便宜的那种 红眼航班也行 住宿嘛 就参考当地的青年旅社 要是有性价比高的民宿呢 就更好了 田北兰 嗯 记没记呀 哦 哎 餐标呢 餐标嘛 我考虑了一下 一天五十 多余的自理 等会儿 多少 五十 五十一天能吃什么呀 再扶整五十能干什么 太能了 这五十块钱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为了救助流浪猫 一天二两米饭配食堂 大桶米肥糖 足足吃了一个月头 怪不得了 我就感觉你脑子 没有发育完全 我 你别吵 好 那个 那还还还要记什么呀 先这样吧 多余的想到了 我再补出来 好 哦 对了 还有一个关键的 我们的机票和住宿伙食 就先按一个人来预订 一个人 谁不去啊 我不去 现在正是医院充业绩 完成绩效的关键时期 我怎么能放着大家伙不管 一个人出去吃喝玩乐呢 我跟你说了 这次是出去带你开阔眼界的 不必了 我的眼界 就只局限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了 况且医院现在资金这么紧张 离实现业绩还差一大截呢 我可不能乱花钱 不合适 天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锻炼机会 再说了 也是为了我们医院将来的发展嘛 你还是要去的 我倒是想啊 但是条件 条件 它不允许 那要不这样吧 我就是 号召医院的员工给捐点款 那多不合适啊 本来咱们医院在于就不好 是是是 大家伙也拿得不出什么钱 行了行了 你俩能别说了吗 别演了好吗 费用我都承担了 满意了吗 满意 行了 我可以 再往这边 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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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了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家这份便当还很多 对啊 怎么样 公会的发言准备得如何了 文本准备得差不多了 但我其实心里 对这些大会是有所抵住的 为什么 我这人吧 最讨厌的就是好为人事 尤其一想到 遇会的都是一些行业精英 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吧 他们才应该更忐忑 为什么 你想啊 08刘靶像药是全世界研究员 都难以攻克的难关 现在就由浮沉的研究人员 研究成功 他们才应该忐忑 记着说 其实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顾博士 你现在做的是一件 极具前瞻性 创新性 造福宠物的好事 你应该骄傲才对 孟楠 谢谢你 那你要是真想谢我 帮我一个忙 说吧 什么忙 帮我弄一张受药峰会的邀请函 你要去泰国 怎么 你不愿意吗 当然不是 我就是在想 以什么样的理由去申请呢 如果这次峰会上 绿川收到订单合同的话 那就必须有专业的法务人员在现场审核 这酒店也要吃得很好呀 平分也不错 再看看 这 这也好 杨大姐 你干嘛呢 我没干嘛 你干嘛呢 你不好好工作 这是溜达来溜达去的 这是一个小小小的 我有两把手机 Oder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зар Him향 这怎么不对劲啊 不就是登记一下客户的信息吗 他手里拿的是神秘的信用卡 天长姐 你怎么知道是神秘的 就是神秘的因素 天长姐 undocumented 嗯 convic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查点曼谷河畔豪华酒店有什么能帮到您 你好 我在你们这儿订了一个房间 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 因为我时间可能订错了 好的 请说一下您的姓名和信用卡号码 姓名是沈蜜 卡号是4088 1308 9724 8888 好的 请稍等 姓姐 慢点啊 小一台间 小一台间 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全市的小家伙都健康了 再说 陈大夫 我哥们 他都不给贝贝检查过了吗 报告在这儿呢 是不是 放心放心 贝贝 这您真是登队啊 太登队了 喂 沈先生还在吗 你好 沈先生 你预定的入住时间是 今年三月七号 入住人员是两位 两个人 对对对 是 是两个人 我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 田田 好 好 一起 祝您生活愉快 你等会儿上 等会儿上 你怎么又死了 哥 你今儿不在状态啊 肖哥 肖哥 跟你说个事 你说 你借我点钱呗 多少 你有多少 我在舅舅说 的че歌 就这些啊 哦自己还留了五百 啊你用著什麼錢啊 是不是快發工資了嗎 讓我忍一忍 雄家俘路 我得去趟一國他鄉 一國他鄉 嗯你幹什麼去啊哥 追求自己的興趣 謝了 哎不是哥我以後還見得著你嗎 這不是一切 明智康達人 在霸凌投資 現在的神奇 請帶好能隨身物品 出使登機牌 由七號登機口登機 祝您旅途愉快 謝謝 女士們 請我請注意 找P-A-3-A-0 控制 你說卡洛不會有什麼事吧 不會的 幾個小時而已 嗯 那就行 我們去了以後 是什麼行程安排 你的工作呢就是 開會睡覺照顧好卡洛 啊 那你呢 我還有別的工作要做 嗯 當然了 你要表現好的話呢 我開完了會 工作完了之後呢 可以帶你去四處逛逛 你是不是對那兒挺熟的 哎呀 很熟 嗯 幹嗎去 我去個衛生間 芒果汁喝多了 學長 婷婷 韓小姐 你們認識嗎 她是我學妹 好巧啊 沒想到 我們彼此之間是有交集的 是啊 太巧了 我們坐那邊吧 好 來 來 謝謝 她估計誤會我和故事中學同學了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儘量避免交談 絕對不能暴露你獸醫的身份 嗯 我看你 沈蜜 你們訂的哪家酒店啊 你也去啊 挺巧啊 嗯 我代表公司法務部 處理一些合同產生的問題 嗯 蜜總也是去參加峰會的嗎 嗯 那田田 哦 我陪蜜總一起 順便見見世面 嗯 我以為這次的研發部只派了我一個代表 哦 是這樣的 蜜總前段時間投資了一家動物醫院 他是代表動物醫院去的 動物醫院 田田 你剛才不是說要跟綠川集團談合作嗎 明澤學長這次回來也是要跟綠川談合作 你們兩個交流交流嘛 不行 以後離沈蜜那個傢伙遠一點兒 別牽扯上任何關係 誰是你朋友啊 你微信我已經刪除了 電話我也拉黑了 以後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哎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放我下來 你放我下來 我懂了 原來上次聚會的時候 你們是因為合作產生了分歧 所以 是我誤會了 合作 就是他們上次 他們只是僱傭關係 神秘 去幾天而已 有必要帶著田醫生嗎 有必要帶著田醫生嗎 這個貼身醫生 真的很貼身啊 貼身醫生 田田 哦 卡路 心臟那麼不好 在飛機上怪擔心她的 她應該 特別孤獨吧 現在 不會的 一下飛機我就馬上過去照顧好她 你放心 卡路是誰 神秘養了多年的狗 你怎麼還真是有心 對 是啊 有時候狗比人幸福 孫心的貴賓您好 您乘坐航班馬上就要登親了 請您假期登機 哦 謝謝 咱們航班晚半個小時 哦 那 學長 台律師 我們就先走了 好 神秘 到了那邊我們一起吃飯吧 行啊 到時候看狀況吧 大家都不忙的話 再說 好嗎 謝謝 好嗎 謝謝 謝謝 哇 组委会安排得真周到 车接车送吧 绿川是这次大会的重要嘉宾 这都是基本操作 应该的 你说这次又不是代表绿川来的 车费是不是应该 哦 这车的钱 那就得由绿川的重要来宾 兼我们田里的幕后大老板密总 您来车了 你说是吧 你好 你们的卡 欢迎二位入住我们酒店的豪华蜜月套房 住二位白头偕老 永结童心 我 不是 你是不是搞错了 蜜月套房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一通穿梭时间熄绕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不留其想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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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